今天這個陳志中 我覺得該肯定的是他 勇於面對司法 第二件事情是 表現得弱弱大方 有問題 盡量問 他已經去特徵組 接受三個小時的偵訊 來 我們來看VCR 回到台灣接受司法調查 但面對阿扁的洗錢弊案 陳志中夫婦從頭到尾 還是堅撐自己只是人頭 我所謂的說被支配 是說因為家中的錢財 都是由我母親在管理的 所以我跟我太太 當然是被支配的 母親要你怎麼做的話 我們就是照辦 我們不可能去質疑的 都沒有懷疑過這錢的來源 我們不清楚這個錢的來源 或者是他來龍去 或者是他的背景 這部分我們都不清楚 我們就是一個人頭的角色 我們已經說過了 謝謝 請問在您家的話 都是由你母親來掌管 張家中的錢財 從我出生以來 我的記憶就是我母親 在掌管家中的錢財 我父親是從來不管的 這次亮出 維吉尼亞大學的學生證 陳志中對偉大宣稱 他沒有註冊 沒有出現 什麼都沒做 實在無法接受 我跟學校表明說我遇到這個特殊的狀況 然後跟學校商量說是不是先保留我的入學資格 然後延後來註冊來就讀 但是學校跟我回覆是說 他們有收到被告知很多的信息 所以他對於我的請求他覺得有困難 六年出國25次 疑似在幫忙洗錢 陳志中難得講話大聲 用力駁斥 媒體報導不實 這完全跟事實是背道而馳的 我並沒有被限制出境 為什麼我不能出國 而且我出國之前 是為了要處理申請學校的事情 一家人要過去的話 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去處理 所以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強調一切都是為了入學做準備 至於外界懷疑擁有綠卡 陳志中也給予否認 我跟我的太太 我們家人我們從來沒有申請過綠卡 對 但為何這麼晚回國 是不是意圖拖延檢方辦案 陳志中也做出澄清 並沒有意言在言 因為上個禮拜 所以知道說這個學業不能繼續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準備要就讀 所以像房子 像水電 像車子 還有像我女兒的嬰兒床 我們都已經準備好 所以你必須要去退還 你需要退租 可能要被罰錢等等 然後你要打包行李 不是 長榮是136的飛機 所以我們禮拜一禮拜三是搭不上 所以最後選擇禮拜六 反台的飛機 就是這樣 好 我先請教博文 陳志中有公協委嗎 我覺得至少他這次回來 願意坦誠面對司法 我覺得這次他很成功的一步 我覺得面對司法 因為法官跟檢察官 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大家不要忽略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自由新政 自由新政的裁量權很大 這個自由新政就是看你的態度 你配不配合 例如說我就第一時間回來 勇於面對司法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肯定 這個是最重大的態度 對 我覺得這個態度就表示說 我坦然的面對司法 如果你今天你覺得 連你自己都懷疑說 你老爸那個錢可能涉及貪污 我就不會回來 我真的要回來 因為回來我一定會被限制出境 第二個我要強調 陳志中昨天拿出那個 維吉尼亞大學的學生證 他也很乾脆 他第一時間又拿出來 你們不要再吵了 我就給你們大家看 我要同時想要一件事 那馬英九總統 他那個永久居留權 說註銷了那個文件 到現在都沒有拿出來 這個不甘不脆 所以說兩相比較之下 你願意相信誰 我要強調 在陳志中出 就是到美國這段時間 你看扁得起落跑美國 用這個強烈字眼 後來還有人稱呼他是落跑中 不要忘了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某位爆料立委邱毅說 陳志中可能拿到綠卡 這個中間有多少的揣測 今天陳志中用行動 來證明這一切 後續檢調能不能查到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陳志中 他今天跨出第一步 願意全力的配合司法檢調檢查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示範 是 這個陳志中他有沒有綠卡 老實講他已經今天 這個美國跟大家報告 美國的駐美代表現在是誰 台灣的駐美代表 袁建生 現在是袁建生 袁建生今天出來講 駐美代表說 陳志中用學生證 他沒有綠卡 他沒有綠卡 也就是摧毀過去所有人 說他怎麼樣 辦移民 辦綠卡 我實在覺得說 唯一有綠卡的 我們可以證實是誰 馬英九 謝香川 沒有人要去問馬英九 說你拿證明給我們看 陳志中是拿學生證給大家看 你會怎麼去查 那種學生證去查真的假的 來 不好意思 陳志中是拿學生證給大家看 你會怎麼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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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怎麼去看